好 接下来去北欧 挪威是一个绿能大国 挪威政府计划让南部大型的工业园区全面电气化 也就是说不用天然气了 全部用电网电力取代 那就是一种绿色转型的减态 但是高需求一定会推升电价 让荷包更吃紧 而位在挪威中部有一个欧洲最大的风力发电厂 151座巨大的机组破坏了巡路的放牧地 引发人民抗议 示威者霸占政府大楼的出入口 而这时候瑞典环保少女又出现了 她赶赴奥斯陆乡体 在低温摄氏零度上下的挪威 随着音乐拍手唱跳取暖 瑞典环保少女同辈里 本周杀到奥斯陆 加入挪威原住民和环保团体 在政府部会外连续示威四天 不过这回不是刻意温室气体排放 矛头对准的是绿能的风力发电机组 要求移除位于挪威中部 原住民萨米人的巡路牧场上 151座风力发电机 直言过渡到绿色能源 不应该牺牲原住民的权利 由他们付出代价 数十名抗议人士连同同辈里挡在挪威政府大楼出口 能源部长甚至因此被迫取消访英行程 周三在财政部和环境部门口 两次遭警方强制驱离 萨米族是欧盟内唯一承认的原住民团体 但他们数百年的巡路放牧传统 现在因挪威中部佛森地区的风力发电厂面临危机 这里是欧洲最大的陆上风电厂 由挪威 德国和瑞士能源公司共同持有 但151座高87公尺的巨大风力发电机 显然吓坏巡路 2021年挪威最高法院裁定 当地两座风场侵犯Sami人的权利 但裁决出炉近一年半 风电厂依然在运转 二号Norvei政府终于出面向原住民道歉 不过法院判决 并未说明可供应10万户用电的151座机组 以及因此铺设的数十公里公路该怎么办 挪威政府呼吁协商出风力发电 和巡路放牧并存的解决方案 其实挪威电力已经几乎完全是再生能源 2020年超过90%电力来自水力和风力发电 但绿色转型同样面临难题 位于南部的海鲁亚 挪威最大的陆上工业园区 电气化也提到铁板 官方计划用电网电力取代天然气 也是全国减碳重要的一环 但民众就担心电费将因此暴增 厂区一方面希望全面走向电动化 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大自然 免受新建电厂带来的负面冲击 不过高电价对挪威消费者来说 特别难以接受 因为水力发电占挪威电力九成 代表电价低廉 而近来因为欧洲能源危机 电价已经涨了不少 工业园区更需要大量天然气来运转 一旦要从电网取电 就怕供不应求 尽管挪威目前是电力出口国 估计到2027年将出现电力短缺 一部分就是因为计划 让大型污染制造地电气化 但扩大水力发电选项有限 陆上风电厂在各地又都面临反对 见大型海上风电厂计划 也因电力出口争议缩解 都让这个绿能大国 面临能源危机考验 TV生活综合报道